又來到樓市新觀點這個環節 我們每一集都會用這個樓市主題和大家探討一下 今集不如和大家說明日大嶼這個熱門話題 請出我們嘉賓就是第一集團董事魏心儀的 Hello Angela 你好 當然還有另一位嘉賓就是李家國地產總裁列偉強 Hello William 你好 先問一下Angela 好不好 你怎樣看明日大嶼這個發展計劃 明日大嶼這個發展計劃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給政府做地的計劃 令到土地儲備能夠增加 有足夠的土地儲備 當然當它規劃土地供應 或者調控房屋供應的時候 就更加得心應手 大家可以穩定樓市 大家對樓市的信心亦都會大一點 再加上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麼大規模的一個填海計劃 製造了土地出來 就可以重新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整體的規劃就可以完善一點 例如好像那些基建設施 運輸的網絡 生活的配套 好像醫院、學校等等 令到大家的生活更加好 再加上就是在一個這麼大的填海計劃 做了出來 政府其實就可以同一時間 有時間、有條件 去開發其他土地的發展計劃 例如好像棕地的發展 又或者其他和公司仍合作的土地發展計劃等等 好啊 Wally呢 你又覺得怎樣看明日大嶼這個大計? 其實市場上需求地的人很多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政府都公佈了 起碼要去到1200公頃或以上 才能夠可以短暫時間配給所有的市民 其實來說 這次明日大嶼推出了大概是 目標就1000公頃 不過市場上仍然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因為香港從來的規劃來說 就沒有什麼很全面性的規劃 一個明日大嶼來說其實都是填海 填海來說其實很多國家都有做 例如日本、新加坡 這些都是填海回來的 包括香港 香港有很多地都是填回來的 今次來說我相信 明日大嶼方面 填海方面會令到很多市民有得益 因為1000公頃的數量來說 你說多不多少不少 因為還會包括很多大型基建 很多些例如道路、學校 甚至乎醫院各方面的政府機構 變成了能不能夠符合到 現在市場上的買家的需求 有些客人說不如用一些棕地 各方面的情況 其實棕地來說就不太容易收到 因為棕地存在了很多重型的行業 包括一些貨櫃、大型機械 或者是一些其他重型的項目 你收了之後 那些人又安置在哪裡呢 那些大陸又安置在哪裡呢 所以明日大嶼來說 其實我個人是很贊成的 好啊 Angela 你覺得明日大嶼有什麼經濟效益在這裡 明日大嶼的經濟效益就是 因為其實始終是一個填海造地 做了一個地價 有部分都會拿出來賣 所以它賣地的時候就能夠賺到建築的成本 我自己看 長遠來說 一定是有賺沒有蝕的 再加上一個這麼大的填海活動 基建活動 需要很多建築的工人 又有基建設施 那些配套 那其實這個商業活動 是會帶起了香港的經濟 我相信 再加上 還有就是 大家填海有了這塊土地出來之後 其實因為它的地填得這麼大 是能夠做到一個叫做 economic of scale 是能夠拉低每個平均赤價的成本 是很符合經濟效益的 好啊 Willie 你又覺得 有否符合經濟效益呢 03年到現在來說 樓價升了超過五倍 如果你再不增加土地供應的話 樓價就很難再跌 再加上來講 現在香港累積的人口有750萬人 再加上每天有單程 只有150個人來香港 所以需求房屋的數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加快在這方面的建設 甚至乎在其他方面 包括部分的棕地 或者是工程合作方面可以加快 才有機會增加到香港的土地供應 甚至市民的需求 那你又覺得 Willie 你覺得明日待遇很長遠 你這裡說到 譬如說鄰近的地方 譬如說東沖新市鎮等情況 會不會有所影響 其實如果是土地供應充足的話 我經常都覺得 香港影響樓價基本上是四樣東西 息口 供應 經濟、經濟和政治 你知好像去年中美貿易戰之後 市場就立即跌下來 其實供應就是香港樓價的致命商 只要你供應充足 你看回1997年之後 我們的特首說推出8萬元政策 立即樓價就應聲到地 可以跌到差不多七成 所以其實供應就是令樓價下跌 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和因素 你覺得會不會令到有一個翻牌在這裡 看看政府的調控 因為始終地在政府手上的話 它可以作調控 就不要說拿了幾個宮廷地之後 就一次過推出來 如果政府可以令到那個需求符合的話 它就著數量推出來 如果當需求大的時候 就推多一點 需求少的時候 它又可以收回部分土地 等它遲些有需要才拿出來 即因應市場的需求 然後推地就好一點 絕對 謝謝Angela和William 這麼詳細 節目時間夠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